。 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其实之前如果有follow我的一些朋友的话 你们都会知道我在穿搭上面比较喜欢玩颜色 那我会偏通勤上面做一些小的心思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我也想从颜色下手去给大家一些小的tips 那其中也会包括我们的通勤穿搭 以通勤穿搭为主吧 然后会以一些casual和初线look会搭配做穿插 那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帮你吧 那其实在颜色穿搭上面呢也是有一点点小的秘密的 就是我们会分几个板块 比如说如果你是性格比较张良的 就是做时尚类的感觉尝试的话或者是热情的 那这个可能会适合到我们就是日常在街拍 或者做创新拍摄的时候去使用的 然后是可以使用一些撞色系的一些配合 就用两种不同颜色的设系的衣服去做一个融合 比方说就是紫色还有黄色 其实它们两个match起来的话就会比较的有视觉效果 那其实我们的日常穿搭里面使用的最多的就是 同色系的或者是补色系的一些配合 比方说就是同色系就是我们的咖啡色 褚色米色这些比较颜色相似的一些衣服 去做组合的搭配 那如果是补色的话就最经典的理解就是黑白了 或者黑白灰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其实都是强烈对比但是又不失那个配合性 所以其实这种配合度的话 会在我们的日常穿搭里面使用比较多的 在我们的秋天通行里头呢 我其实也尝试了一些改变 因为我其实发现我们日常穿搭通行里面呢 会以套装为主 然后颜色偏深层 会显得大家就是有专业度啊 然后有沉重稳重的气质 但其实我觉得在设计感上面稍微用一点点小巧心思的话 其实也会能够提升到你整体的一个fashion的专业度的 那所以我在选择衬衫上面 我特意选择了一款是发式的一个上衣 那它最大的特别就是它有一个小的垫肩 会让你觉得就是整个这个肩线都拉扩挺扩起来了 然后它的袖子部分会有一些收渣的一个袖口的位置 会让你整个cutting下来会叫什么 我们叫做沉着但不失设计感 然后搭配上呢 我的搭配就是白色搭配我们的灰色裤子 或者是反过来黑色搭配白色裤子 其实颜色上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配合了 我觉得这样出门的话除了是回头率很高以外 其实整体的设计感会提亮出来的 那在第二组look上面我就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 一个是我们的同色系穿搭 我会用了一个偏裸色系的一个外套 风衣外套 也是版型比较寒风的 就是走路起来会多了一份温柔的感觉 然后用它来搭配一条橙白色的一个衬衫裙 那整个look下来其实就是比较明媚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让人联想出来 阳光洒在脸上非常舒服和温柔的感觉 那除了这一个之外呢 我也是匹配了它用黑色来做一个外套 那我选的呢 就是一个五袖的针织外套 也是长款的 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类型的穿搭 尤其是在我们的秋天 因为天气一来是非常符合天气 我们早晚可能比较冷的时候穿上来 又会觉得有多了一份保暖的感觉 然后其次可以把你内衬的这件衬衫裙 可以把它的一些细节偷出来 然后等它黑色和白色的融合处 就是交加比较好的 所以呢这一套的话会比较偏商务范儿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比较一个 就比较商务的一个包包 然后出去不管是我们去开会啊 去去监客户啊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套look 那第三组look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个one piece的款式 所以我这次就选了一款 偏通勤类型的one piece 然后这条裙子呢 它的底色是灰色的 然后相对有一些些小格纹 所以看起来会在灰色的基底上面 多了一份设计感 那然后它整条裙子 我最喜欢的是两个点 一个是它的一个领口位置 是有一个小斑领的 这是西装的小斑领 所以会让你整个感觉下来 就是比较偏通型类型的 那然后其次就是它的 有一个收腰设计 会让你整个女性线条展现出来 加上你走路的时候 它裙摆的位置 就会可以带风飘起来了 非常好看的一条裙子 第四组呢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比较可以castle出街的一款了 然后这是今年其实也是在秋冬 比较受欢迎的海马毛的一个 针织衫还有毛衣 那我选的是宝款的一个针织罩衫 它可以单穿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衬衫罩衫 这样子去穿 那我就两种方式都有去做搭配给大家推荐 然后我自己的话比较喜欢的是它的颜色 就是那种非常温柔 一看到就想抱住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它的蓝色 当然如果是从搭配原则上来说呢 其实灰色跟蓝色会更加贴近大家日常的需求 不管是大家想把它作为一个内穿 还是说把它直接套在外面做一个照衫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第五组lock呢 我就给大家准备的是有别 因为以前不同的风衣款 我这次特别选的是一款就是没有袖子部分的 就它只是一个马甲的风衣 但它整个型就会非常的硬 非常的阴伦 然后我这次其实去上海石东周的时候 我也把它带出去穿了 我觉得走在那种老街道也好 走在那种建筑前面再加一个包 真的是有那种范儿 就非常百搭 然后颜色呢其实也是比较经典的 一个是卡其色一个是黑色 那做两个颜色搭配其实都非常简单 只要有一些白色呀 还有一些黑色的元素 其实就已经很完美地把它能够跳出来这个颜色了 然后走在街上的话也会觉得是回头率挺高的一款 然后最后一组look呢其实有两个颜色也是我自己做的一次尝试吧 有一个其中的一个颜色呢是比较经典的 是米白色 米白色其实是比较好接受的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是比较明媚的 是一个偏橙橘色橘红色的一个款式 但这条裙子我不能不安定给大家 因为我真的是同一次尝试 并且觉得非常舒服 就我在国庆期间我就去了一趟旅游 然后我就把它带出去了 然后我会发现这条裙子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管你怎么走怎么穿 它好像永远碰不到你 它的料子是那种棉麻料子 然后它的色系其实也是比较轻敷的 会显得你的皮肤比较白 那然后呢其实是它的那个裙板 只要你走路的时候它就好像会飘起来的感觉 然后不管你怎么转 它就会有一种那种公主的感觉 就立马想要转圈圈 所以其实这一款呢是我在秋天的时候 我觉得早秋还是比较适合的 如果天气转凉的话 还可以在里头再搭配一些其他的元素 然后或者是在外头搭配一些什么外套呀 那种其实也是非常百搭 然后你可以把它单身穿 再做一些衣服搭配 或者是怎么样 都是非常好的一款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给大家推荐的几组 LOK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吧 那除了颜色的啊 不然之外 下一期我也希望给大家更多不同的一些方式的介绍 所以呢 See you next wee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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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